如果实在不喜欢八爪鱼一样的路由器 觉得家里的装修风格是在没法协调 又不想花很多的溢架和复杂的安装 那有没有性能又好 安装又方便的全无WiFi的覆盖方案 那可以在弱电箱里就完成 网络的路由库和附路由器的供电 那把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做好覆盖的产品呢 嗨大家好我是小诚哥 那路由器我们聊了很多 那这一期咱们来聊一聊全无WiFi 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案就是AC加AP的组网方案 年初我们也完成了四套AC加AP路由器的横屏 当时给了大家一个结论 就是AC加AP的确是可以实现隐藏式组网的 但是同样的配置AC加AP就要比一般的路由器组网方案 贵上几百块钱 好在咱们生活在制造能力日益增强 而且竞争日益激烈的选择 好的选择的确会成出不穷 中芯就最新推出了一款星云晴天全无WiFi的套装 更像是传统的AC加AP的升级的形态 套装当中的附路由器的无线接入点的部分 直接就是此前中芯晴天墙面路由器的净化版本 为什么说净化版本它的供电变成了POE 中芯晴天墙面路由器的评分是8.02分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以这款路由器为基础 衍生出来的这个全无WiFi的组网方案 性价比是不是也会很高呢 我们来一起测测看 那AC加AP听起来就是非常的专业 其实AC是无线控制器的英文缩写 AP是无线接入点的英文缩写 AC加AP属于企业级布置WiFi的标准动作 当然企业级网络需要强大的路由器 防火墙 交换机 网络监控设备等等 才会去组成最终的网络 一般的家用路由器 就是把刚才我说的这一套都给集成简化 那这两年的家用路由器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性能也的确是越来越强 甚至可以通过Mesh去无线组网 来实现企业级组网里面很多的特性 然而AC加AP的发展就会慢上一些 产品力不如家用路由器不说 价格还比较昂贵 那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AP加用化之后 体积被压缩的过小 导致散热是很沉问题的 特别容易出现表面温度比较烫手 和高温的情况下 路由器性能受到影响的情况 还有就是天线在小空间里是展不开的 也会影响信号的强度和360度的覆盖 那中芯这次直接用支持PoE供电的 加用路由器去替代AP 这个思路我觉得是比较正确的 那这个套装就是由一个支持PoE供电的AC主路由 和两个PoE的副路由组成 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配置 AC主路由部分是特别的小巧 完全可以放在热电箱里面 一个WAN接口可以接光猫 4个PoE的LAN口可以扩展4个PoE供电的副路由 也就是说副路由不用接电源 由这个AC主路由来去供电 那这对PoE是以太网供电的意思 有网线的地方大家就可以去放副路由 拆开这个主路由 我们可以看到CPU采用中心的ZX2791282 双核的处理器 以G赫兹的频率 集成4个千兆网口的控制芯片 南亚256Mbps的内存 128Mbps的4C的闪存 那这里是AC的核心 RTi2的螃蟹的82388 是PoE供电控制的IC 一颗支持4个端口 还有一颗中心的ZX5201 拥有WAN口的控制 所以整体来看 相比以往拆机的AC的参数 性能要略好一些 那副路由器和擎天的墙面路由器 比较相似 同样是背胶支架 支持磁吸的安装 那安装起来也是比较的方便 4个有线网口 其中一个PoE供电的WAN口 可以连接主路由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Mesh按键 所以说它也可以继续远转 去扩展无线Mesh的节点 那我们拆开副路由器 可以看到大块的散热的铝板 主要芯片都覆盖有屏蔽罩 CPU也是中心的ZX279128R 双核的处理器 频率1GHz 集成4个PHY 那内存同样是南亚的256Mb 依然是128Mb 将波龙4C的闪存 那无线射频芯片 有MT7976DN和无线基带芯片 MT7916AN组成 这套方案其实就是联发科的弗尔吉克630 内置了FIM功率放大芯片 天线方面 2根2.4GHz天线在两侧 3根5GHz天线在中间 不同于晴天墙面路由器 中间转的5GHz天线改成了偶级天线 之前是单级 增益不变的情况 理论上两侧的信号会被增强 中心自研的SoC加上联发科630的射频方案 整体看起来这套方案集成度比较高 去年我们测试过 性能应该还是不错的 当然要强调一下 普通AP附路由器散热的方式 受限于安装 发热大表面温度高 但是中心的这个墙面路由器的设计 是从独立路由器进化而来 散热这块没有打折 那整个测试过程中会明显的感觉到 和其他方案的AP附路由器 在发热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好 那我们来看主路由和一台附路由器 组网之后的性能表现 由于主路由和附路由之间是有线网络去连接 所以全商工的吞吐的是2000Mbps 那附路由器四个网口之间交换机的极限吞吐速率 1865.06Mbps 在晴天附路由器三米处用三台手机去测速 华为P40跑满1000Mbps带宽 测试得到1007.42Mbps的最快速度 无线这块的上限是由千兆网口去限制了 当然好消息是三款WiFi7的手机 测速在CPE这个3米的点位都测得1000Mbps以上的下载速率 终端性能的提升让网络体验会更加的好 大家拿着新手机用这个终端去跑 跑到1000Mbps问题不大 无障碍的三米距离的CPE点位 这款路由器连接三款手机 平均下载速率920.05Mbps 平均上传速率751.01Mbps 隔一墙CP2平均下载486.08Mbps 平均上传230.51Mbps 隔两墙的CP3和死角的CP4 这款产品的上下速度分别是81.23和34.82 下载速度分别是251.49和115.74Mbps 那上下跨层CP6和CP7上传速度分别是53.85和70.53 下载速率分别是122.8和225.61Mbps 所以可以看到随着距离和障碍物的增加 速度的下降率还是比较明显的 最终的路由器5GHz下载评分5.97分 5GHz上传评分6.76分 24GHz下载评分5.07分 24GHz上传评分8.29分 信号综合得分6.27分 比起我们此前测试过的华为的全WiFi 腾达的AX3000 H3C的H9 这三个AC加AP套装的AP的信号都要好 那对于路由器不同方位的信号 进行测试显示 360度信号覆盖均匀度 评分7.13分 各个方向信号覆盖的均匀性 其实还是可以的 我们采用WiFi6的测试方法 对路由器的稳定性也进行了评估 用高频的小包模拟流系终端进行测试 测试终端保持了稳定的性能 游戏最远稳定距离位于CP5这个点位 这也是我们目前最远的点位 在这个点位 平均丢包和平均延迟分别是0.18%和4.91毫秒 所以这两个数据 其实反馈路由器在日常使用过程中 稳定性和信号表现都还是可以的不错 那在无障碍处的CP1 测试这款路由器最大游戏稳定待机量10台 多台终端同时使用性能还是让人满意的 综合以上的测试 基础性能综合评分6.79分 也超过了AC加AP的优秀线 表现还是不错的 技术场景下性能发挥还不错 6.27分的信号表现 跑满千兆带宽 画面安装 只要有网线 自己插上之后 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完成设定 也不需要专业人员来上门帮你安装 那我们接着来看进阶性能的测试 开始给它上压力 测试显示 同时连接52台终端设备 可以在晴天附露游器上的稳定的观看超清的在线直播 这个只是一个AP 接入40个固定终端 进行压力测试的时候 连续12个小时 主板的最高温度 68.7摄氏度 高负载平均延迟 5.16毫秒 高负载平均丢包 0.3% 这个稳定性表现相当不错 尤其是平均丢包率 是比较突出的 那抗干扰方面呢 同频干扰 受44信道 同频干扰 降速17.69% 受149信道 同频干扰 降速33.13% 44信道 受到强干扰的时候 降速还是比较低的 149信道 受到干扰的时候 降速稍微高一些 本频性方面 受到44信道 同频强干扰的时候呢 平均丢包和平均延迟 分别是0.42%和9.18毫秒 所以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 那一频抗干扰部分 44信道 受到149信道 一频强干扰 入入器降速呢 16.63% 稍微有点高 那这个时候 入入器平均丢包和平均延迟 分别是0.06%和4.45毫秒 一频抗干扰的稳定性 还是不错的 所以整体上来看呢 综合高负载 抗干扰 这台路由器的调教 显然还是不错的 综合这些项目 进阶性能的9.71分的评分 在NIFI6路由器当中啊 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 放在AC加AP的套招当中来比呢 排名第二 那我们对两台晴天附路由器组网之后的网络呢 进行了组网测试 由于是有线组网 最远稳定距离呢 咱们就不用考虑 只要把它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那如果想要有比较好的漫游体验安装的时候呢 还是要让两个附路由器之间的信号有一个交叉 那我们在通常评测无线路由器的最远的这个点位 去摆放路由器测试漫游切换和通话漫游 那我们一共进行了18次的漫游切换测试 三台测试手机平均军包V0 平均切换延迟34.94毫秒 在通话漫游方面 我们的三款测试手机 华为的P40小米10和iPhone 11 Pro Max 测试过程中几乎没有卡顿 非常的稳定 组网性能的综合评分8.2分 表现还是比较优秀的 所以综合基础性能的信号速度和稳定性 进阶性能的高负载和抗干扰 漫游性能等等多方面的测试 这台AP的评分我们给到7.95分 是我们已经测试过全WiFi套教当中表现最好的 晴天附路由的整体调教 我们的感受是调教的比较好 稳定快速 是评测过程中测试工程师的第一个印象 那中芯自研的第三代主芯片 搭配中芯自研的第二代高增翼天线 产品的性能表现最终还是不错的 如果在意家里面WiFi布置的美观和可拓展性 那我觉得这套中芯的全WiFi的套装方案 还是可以的 总结一下它的优缺点和我们选购的建议 它的优点是日常场景和高负载稳定性都非常出色 漫游表现也比较优秀 而且附路由上还有无线组网的Mesh按键 还可以最多支持8个紫路由来拓展组网 缺点就是信号上远端的速力弱于普通版的晴天墙面路由器 当然了作为全W套装的方案 这样的反而会在卖柔上更加顺畅 那么的选购建议是 这套中芯新云全WiFi套装的整体性能不错 PoE供电可以实现四个点位的附路由的安装 注意覆盖一个很大的弧性面积 而且还可以拓展出来很多有线网络的接口 独特的墙面安装方式 简单美观 适合需要把路由器隐藏起来的用户 AP附路由也是我们测试到现在 性能表现最好的 整个的套装安装比较简单 配置比较方便 所以最终我们给予这个套装推荐的评级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